好 订不到房间竟然有人霸王硬上弓 这名自称是北京摄影师 西加泰剧院来台自由行 但因为订房问题和饭店人员发生了争执 他一气之下闯进饭店的各楼层 发现有钥匙没拔竟然进去偷零食偷啤酒 饭店夜酒发现之后非常的无奈 只好报警处理 12晚上一名路客从电梯出来 在饭店走廊鬼鬼碎碎 看到有房门插着钥匙没拔 趁四下无人偷了就闪 假借租退房的名义 进入里面窃取 房客遗留在房门上的钥匙 并在隔天7点多 退房人潮拥挤的时候 进入某一间房门行窃 原来是之前有房客回房间忘了拔钥匙 这名路客隔天趁着退房时间又潜进饭店 敲敲门确定里面没人 钥匙开了就进去 不但偷吃房客零食 还偷了两罐啤酒 在房内大快躲一 第三天还想用相同手法再进去 不过饭店早就发现不对劲 赶紧换锁报警 犯店发现高姓嫌犯行窃的时候 第三天以这个名义在进入该饭店时 立即将大门返锁 并通知我们警方 嫌犯公称是北京摄影师 西家带卷来台自由行 因为布满饭店房间客满 一气之下找空房偷窃 被一窃到罪送办 路客来台越来越多 却碰上这种人闯房霸占 让饭店业者也只能加强管理 避免闯房事件再度发生 准备新闻 林世宏 杨荣 特报导